看来是经常打球的球迷 国际比赛 以及我们的国内的拼招联赛 重要赛事 没有完全抵消掉周宇的下拳 所以说他回来的就是一本不转球 虽然是判断不清的话 有时候就会出现失误 现在是 什么打法 才说完全来得及 我认识的一个周围的一个球友 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积分最高的时候1900多分 所以说 我们都知道 的确显示了他的出动的正手能力 现在朱丁峰7比6领先 哎呀 嗯 有一位球迷说 好球 周宇暂时落后 还是下线 哎呀 怎么难道 大斜线 嗯 连续控制非常不错 过去 现场为周宇驾驭的这帮迷妹的声音又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 控制上 坐得非常出色 我们看 然后 出现一个失误 好球 把球到正手 哎呀 由周宇仙宁起来之后 朱丁峰升胶直接反手弹 多次战胜过国家队的一线球员 所以说 应该说是很有底气啊 四川呢 这排走 背板主要是训练时候用 赛后啊 还会把我们的运动员的球盘收上去 来检测 哎呀 这个更换了这个背板之后 对周宇的影响还是太大了 这个